触及工岗位标准化操作项目 使用气动小脚车 操作前检查 检查气动脚车的固定应符合要求 扎车灵敏可靠 钢丝绳排列整齐 无结扣 打扭和严重断丝 并且不与其他绳索缠绕 启动脚车开关灵活好用 滑轮及吊钩固定良好 转动灵活 挂合 打开七路总拔门 站立于七栋脚车前 一手扶沙坝 一手握气开关 起声 得到起声信号后 合气开关 钢丝绳绳绳 绷紧前 缓慢分次启动 同时观察钢丝绳排列不乱 带钢丝绳绳紧 重物裂掉起时 杀住沙坝 观察绳套是否摔 重物是否平衡 慢起拖动 注意地面障碍 平稳掉起重物离开地面 注意观察掉钩 绳卡有无挂卡 掉起到位后 摘掉开关 同时杀住沙坝 下放 反向盒起开关 松开沙坝 下放重物 注意观察掉钩和绳卡 有无挂卡 重物即将到位时 应缓慢下放 注意观察有无障碍 和重物是否稳定 待重物到位后 下放钢丝绳 及时摘下吊钩 技术要求 及注意事项 1. 气动脚车 气源压力为0.6到0.8兆帕 2. 禁止超负荷或吊人 进行高空作业 3. 气动脚车的吊钩 应用双面保险钩 4. 吊重物的绳套应栓牢 不为合理 并有专人指挥方可起调 此项目应在定额时间 10分钟内完成